随着果园近几年来采取了无毒耕种方式 阿嬷的芭乐园里 每到收成的季节 就能闻到香水般的芬芳 这是友善耕作换来的嗅觉收获 让采收芭乐成为高品质的心灵享受 你让一瓶你就知道 很香 很漂亮 就很香的味道 就是这样 哇 这很熟 好香哦 它吃起来是绵绵的 像水蜜桃一样绵绵的 我有一个客人 他不吃 他都买回去放在客厅 他就是要闻这个味道 他回味说 他以前传统的那个 古时候 他那个土巴勒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无毒巴勒园的植栽模式 不仅让作物本身更健康 就连阿嬷的身体也开始好转 就如同果树的转型 度过原本 盥形农法转座期间的评级 到坚持友善对待后的节食累累 老人家的身体也越来越硬朗 像现在这个方法的话 身体比较健康 以前的方法好像问题比较多 现在这样做起来 没有什么感觉怎么样 进来我们的芭拉圆 是闻到芭拉香的味道 没有农药的味道 以前在芭拉圆 比较有咳嗽 如果人也比较不舒服 我现在用这个 都没关系 用这个就很好 我去检查 去调查 去检查 去 他身体都是好的打过程 阿嬷的好身体 让子女们更有信心 持续无毒栽培的方式 并且支持老人家 参与耕耘 让这块农田 成为果树和家人 都能一起健康的原地 公民新闻记者 吴玉如 蓝志沁采访报道